快篩陽性 經過醫師判定 即為確診 還沒有到全民試用 不過原住民族 以及離島地區居民 是從即日起 已經開始在試用了 不過像是臺東呢 在實行的第一天 還是有許多民眾 不瞭解這一項措施 還有方法 人就到醫院外頭 來排隊要做PCR 而大量的視訊看診 在醫療資源缺乏的臺東實行 有可能會佔用到醫師門診 比較多的時間 臺東縣二十三號起 全縣被列為原住民 和離島地區 只要快篩陽性及確診 不必再到醫院做PCR 但還是有許多民眾不瞭解 到部立臺東醫院急診室 排隊要做PCR 不過也有知道 這項資訊的陳小姐 她的家人有三位快篩陽性 特地請假從高雄回來 帶著家人的健保卡 到診所找醫生 經過醫生用LINE視訊 確認病患資料和判斷快篩結果 確定確診後 就馬上開立抗病毒藥物 才讓陳小姐鬆了一口氣 不過這樣的視訊看診 在醫療資源缺乏的臺東實施 有可能會佔用醫生門診 比較多的時間 我覺得這樣變得很方便 不用去大醫院 然後再診所就可以拿到藥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臺東縣的七家大型醫院 也可以協助遠距叛讀 衛生局強調視訊看診有多種管道 如果都不會使用 還是可以由家人或親友 蓋維到診所或是醫院請醫師判讀 請親友帶著你的快篩板 還有健保卡 不過快篩及確診實施後 對臺東縣的快篩劑需求大增 衛福部以同意增加數量 給臺東縣 郭縣局規劃要在各項鎮市公所 增加實名制快篩劑的供應站 記者 張明哲 臺東報導